好了,LL,也就是英雄联盟的前世界冠军TOYS本名刘伟健呢,传出涉毒被警方逮捕,那台中市地检署也证实了,这个刘姓男子呢,涉嫌贩卖二级毒品大麻,那在检方指挥警察执行搜索的时候呢,从台北将这个刘姓男子带回台中征讯,那检察官讯问后呢,晚间已经向法院来申请积压了,那据了解呢,检察官是表示说,在侦办一起毒品案件时,发现这个刘伟健, 涉嫌贩卖二级毒品,那在指挥状化刑大来搜索,那至于刘伟健他的贩毒手法呢,地检署表示说,还要再进一步离心哦,那据了解呢,本名刘伟健的TOYS是来自香港,那先前呢,还跟统神因为有这个手游上插毒的纠纷,进行单挑对抗,却引发争执,后来呢,事件还越演越烈,甚至连国动都拆卡,两个人炮火猛烈,那没想到过了一阵子,居然传出说,TOYS是有涉嫌贩卖, 卖二级毒品大麻,那在2012年他还曾经代表台湾,一举在这个美国洛杉矶的英雄联盟S2世界冠军赛,痛载韩国报回三千万元的冠军奖金,也是台湾电竞史上的一大成就哦,不过前世界冠军怎么会沦为贩毒集团的分子,目前呢,还需要调查理清,那以上是我们最新资讯,时间交完给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,霍大视野掌握趋势,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